更多的是依靠手感和协调用力 弗里戴特是有着非常出色的上肢力量 我们看他经常在罚球的时候 其实没有下蹲的动作 能够上肢力量能够保证这球 很有弧度的飘向篮筐的区域 证明他肩部发力 肩的发力比较好 另外两位球员的谷月卓 卓是曾经的COBA球员 天津民航 天津民航 对目前的是效力于广州证券 就是李老曾经效力过的龙诗 对对对 另外的于长春 现在是效力于南京同西 之前你的赛季是效力于新疆队 咱们看一下谷月卓这边的是 场均得分 赛季场均得分是4.1分 昨天的这个成绩的应该是弗里代特和于长春都是21分 也不错了 对另外的这个谷月卓是19分 就最后投进了一个Moneyball 然后是超过了北大校队的这个朱铭镇 朱铭镇 朱铭镇是投了18分 本来这个这确实是识别三日刮目相看 因为朱铭镇原来在这个高中大学打球的时候还是看过不少他比赛 当时是更多的抢篮板球 作为风险的球员 去加速会降低一些民中率 能达到18分到20分左右应该说非常不错 而且今年参加三分球大赛的普遍的这个就是命中率啊能力也还是都是不错的 那三分球大赛决赛的第一位上场的是谷月卓 来自于龙施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带领就中国民航 因为他在天津 所以呢这圈里都习惯叫天津民航 带领球队打进了COBA前四 对 场均20分以上 有民航战斗机的这个绰号 好 这个比赛开始 我开始还有点紧 这个节奏没找到 因为前面一直没动 哎呦第一个点是都没紧 前面的一直没有动 所以你要炸一头啊 这其实给准备的时间还比较短 是 而且你出手的这个这个速度会加快 跟你以往投篮那个节奏不一样 对第二个点不错 第二点得到了五分 正面 看这个最后啊 马迪波也进前三个点是拿到了九分 还不错 找着感觉了 看第四个点 四个点前三个都进了 最后马迪波很可惜 哎呦还有很有机会 对有机会 但是应该是要低于自己昨天的成绩了 最后的古月卓是拿到了14分 这个成绩我觉得是很难夺冠了 第二位上场的那是于长春 在复赛里面是投出了21分的高分 还不错 对他那边感觉一上来的手感更好一些呀 第一个点已经进了三个了 做动作做得很充分 而且我们看球的旋转非常的好 对 现在是五分六分 七分注意最后的马迪波 旋转非常好 九分 所有进的球都像这个七进去一样 对 节奏已经上来了 中间这点 漂亮 五个球全中 现在15分 16分 竞争很激烈啊 就看不错没弗雷泰特了 这弗雷泰特的压力就来了 18分 这球能不能见漂亮 就是一个感觉啊 对20分 看能不能破25分的记录 如果没记错 这个记录应该是朱方雨的 对20分 22分了 最后看马迪波 漂亮 余长春是投出了24分 非常好 那这个确实是 本届比赛一大黑马 而且余长春呢 也给弗雷泰特留下了巨大的新的压力 虽然弗雷泰特刚才在全明星的比赛 赛中已经是有过三分球进档了 但是这个前面有一个24分的 这个这么一座山在前面啊 对 可能对于他自己的这个心理上 也会产生一定的压力 我觉得给弗雷泰特14机会 能有个4到5次的24分的水平 看一下 很轻松啊 第二头 前两个东西 来了 看第一个点啊 到目前为止 第一点的马迪波没有进 得到了4分 还是很有机会 6分 8分 但是他的到中间这个点 一个是时间比较慢 另外一个是这个没有余长春用这个得分更高 对 然后 马迪波很可惜没有中 对 出手的速度相对就慢 对 13分 还是突稳了 就是跟他比赛的那个节奏是不一样的 对 他单独为这个比赛做了一个调整 但是 这样的话 应该余长春是能拿冠军了 最后一个点就剩10秒钟 我们的本土球员余长春 17 19 那这样的恭喜余长春是拿到了本届三分球大赛的冠军 就是爆冷到底啊 好 好像在余长春这边的这个出场时间也并不算长 是 因为三分球这项技术呢 其实是我们中国男篮一直以来非常仰仗的一项技术 所以之前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球星大腕拿过三分球大赛的冠军 李南指导是三次冠军 对 朱芳雨 这都是三分球大赛冠军的常客 李南指导投完之后的那个南北区的全明星也是非常的兴奋 我們已經同期 余常宣傳說現場恭喜下 恭喜 藍綠藍綠 新的大作品牌 思想過程後的天氣來表演講 配曲翻牌 成為 直 跳 盤 恭喜 好 下來 被揭示下吧 很可惜没有破掉记录 差一点 当然也是接近评记录的一个数据 你说已经非常好了 对 破了 破了记录了 对 刚才也说了 说这个 因为我昨天 已经是一万破记录奖是三万 三万 这是中国蓝鞋的秘书长白喜林先生 这是五万 三分九是五万 之前的记录保证应该是朱方雨 对